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赛一边倒 没有任何悬念 王毅迪非常振奋 4比1击败了伊藤美成 淘汰世界第三后 王毅迪振笔欢呼 如今 孙颖莎对决徐校园 实力上 孙颖莎还是技高一筹 第一局 孙颖莎11比9拿下 第二局 孙颖莎4比1开局 最终11比4 孙颖莎大比分2比0领先 对于徐校园来说 孙颖莎没失误 她太难受了 作为销球手 碰到没有失误的对手 的确没办法 第三局 孙颖莎6比2开局 徐校园情绪已经很低落了 11比4 孙颖莎再赢一局 大比分3比0领先 第四局 孙颖莎11比7拿下 大比分4比0赢得胜利 虽然陈信彤和王曼玉的比赛还没有打 但现在 世平赛女单四强 已经被中国选手包揽了 世平赛女单进行到现在 仅存活5位选手 全部都是中国选手 这就是国平女队的强大实力 1993年世平赛 韩国选手玄敬和拿到女单冠军 从1995年开始 世平赛女单冠军一直属于中国 1995年和1997年 邓亚平实现二连冠 1999年 2001年和2003年 王南实现三连冠 2005年 张一宁夺冠 2007年 郭月夺冠 2009年 张一宁再次夺冠 2011年 丁宁夺冠 2013年 李小霞夺冠 2015年和2017年 丁宁夺冠 2019年 刘诗文夺冠 如今世平赛女单冠军 也提前归属中国 并且注定将诞生新王